大家是上海的艘航空 不管是帮旗車換人家 那些是做保養的工作 其實都已經上東協助 因為本身跟他騎旗車 最有自在的感覺 他們出五天比較後 我先跟旗車行做學徒 這次就是親人 其實如果說從學徒做的話 一大樓這樣去 遛狗也是工作 然後幫老闆 清除必要的 也是工作 然後一般的打掃清理 都是基本的工作 雖然說是拜師學徒技術 不過這上就是做十歲 剛早的時間等 一個月的薪水也只有幾千塊 不過有著學科登上台 沒辦法跟他技術 是想要他吃虎 當作吃虎 老闆的手錄也不一樣 每個老闆面對客戶的方式 也不一樣 對 其實師匠的北部 原本發生不由他們兄弟 為他們家好東西 他們出國中讀音樂班 還轉到每禮拜 走到台中上課 不過在師匠的堅持之下 自己早上去做學徒 後來又跟科技大學 讀音樂幹部來進書 北部一開始保留花野台 最要支持 協助他幾點 所以我的感覺 做學習 差不多國小 國中畢業就很高 國中畢業就很高 但是現在的科技而已 你做學習 也是需要在知識方面也相當的重要 尤其現在的摩托車 跟以前的完全是不一樣 現在都是用電腦 為了堅持自己家裡做到台 新鮮圍不怕辛苦 不怕手臂 因為這種代表 他腦袋的性格 將會在他日子六月的時尊 完成開記者行的忙上 即將留意性差不多